山下太太家被两栋五层大楼夹住 采光通风全部牺牲 是城里最黑的一角 小黑屋只有太太一个人享受 一楼开店赚大钱 顾嫂子和侄女经营 顺带看家 晚上八点下班 哥哥会过来接老婆和女儿回家 一家五口短暂在这局一下 剩下又是山下太太一个人的快乐 快乐久了就想体验温馨的家庭生活 现在一个人吃饭都不像 女人总是矛盾的 于是一个男人站了出来 他就是年仅35岁就站上建筑界顶端的男人 刚不客栽 中二称号是对比的开拓者 来到独居的山下太太家 看太太精神还不错 专家进门勘察 右边是家里日进抖金的店铺 正中间是厨房 里头又大又小 一个人用太大 全家人用太小 专家用脚摸地板 感觉相当不错 老房子的年代感保护得很好 太太一个人住也不早祸祸 全是正常建筑的老花效果 专家突然打开南边的窗户 房子的位置暴露出来 两边的大楼不能忽视 房子最里面是佛堂 太太平时都在这睡觉 二楼有三间房 每一间都堆满40年前的古董家具 属于太太的大金库 因为身体原因 太太爬不上二楼 以后希望能在一楼养老 太太只能拿出750万日元 约合人民币40万 年轻的钢部开启今年第一单 专家设想将自然光引入房子 还得看边上两栋楼同不同意 搬家第一天 全家齐上阵 堆积40年的杂物通通撤离 房子露出原形 太太站在房子里跟老房子告别 工人进场指导黄龙 40年的回忆化成老灰 灰尘不够 山下太太戴着口罩不敢说话 这时候连路过的狗都得吃一子 所幸全部交给专家处理 专家不负所望亲手拆房 只是工人将南面的墙壁拆掉 看来他要凿币偷光 全部拆掉就能偷大光 专家双手插腰 感觉还不够 把的南侧的墙壁全部拆掉 剩下惨不忍睹的补价 站在南侧厨房 专家开始发力 从早蹲到晚 观察照进房子里的阳光 再走上二楼发呆 突然收到指引 钻进了二楼的屋顶 眼睛睁到最大 上头是年近40岁的老猪 专家一根根问候过去 发现了新玩意 屋顶内侧出现了土居 这是以前的工人 放在瓦片底下用来防水木 在昭和时期经常使用 专家开动起来 开掉二楼中间的天花板 看来他真的很爱拆房子 整个屋顶呈现在面前 上头除了灰尘还发白 专家过了把拆房子的影 剩下的地板交给工人 开到二楼剩个骨架 上下就打通了 专家又带着工人上屋顶 接下来是拆瓦片时间 掀开木板阳光就进来了 眼前一片白光 还是开天窗的大洞 一道光柱从天而降 整个家都进化了 专家满意极了 虽然拆掉了一间房 但屋子获得了阳光 完成大工程以后 专家来到木工厂 这里摆着山下家的就地板 由专家亲自切割成短木板 与长木箱结合 组成带楼梯的箱子 改造第五天 专家带上木箱来到现场 从门口抬进去 装进二楼的空洞里 墙壁和三个箱子吻合在一起 接着专家拿上白色的厚领 这种只用亚克力树枝做成 耐压又耐热 配合木箱切割成长条状 从后面填上去 底部安装电灯泡 晚上一开灯就是透光的纸箱 这是给新家设计的室内照明 接着是卫浴设施的改造 就浴缸和厕所全拆掉 卫生间变成一片沙地 专家开始移动卫浴设备 统统改到小角落 在里头动了点手脚 新的厕所统一使用白色 更衣室和厕所拆开 布局合理不少 厕所隔壁是山下太太的房间 专家手上拿着盒纸 一张张慎重地贴上去 就涂她夏天吸湿器 冬天吐湿器 工具纸无疑 就是有点爆炒 改造第九天 专家又在工厂忙活出奇怪的箱子 木板开出大洞 看着像扶手 实际是张床 收进墙上做收纳箱 拉出来是抽取式草席床 歪头一看底下能放棉被 适合没啥力气的太太 专家又有新的点子 下一个看上的是玻璃拉门 也是山下太太与老母亲的回忆 专家扛着门到工厂 将其中一部分切断 解体之后又重新装进去 拉门变小一圈 改造最后一天 专家扛着门又回到工地 掀开栏布是另一间物笔 将拉门与框架结合 再加一层强度玻璃 变成全新的餐桌 这样全家人吃饭就能回忆老母亲 专家是懂煽情的 还没完 老母亲还留了一块亚克力板 放在厨房和店面中间 里面人回头看一眼就可以确认人影 改造工程顺利结束 阴暗杂乱的入口经由明亮色调搭配 天然木材干净有序 拿掉多余的装饰柜和洗脸盆 装上采光小窗户 大门边安收内柜 就算是很多朋友上门 臭鞋子能全部放进去 问题最大 不好使用非常小的厨房 拿掉中间的墙壁以后变得非常宽敞 头顶是打通二楼的透光天窗 变成一个具有开放感的地方 旧木梁与全新的材料组合 变成很流行的装饰品 小小的厨房具有清洁感和功能性 时髦的系统厨房变化巨大 每天吃饭一定更加快乐 配备最新的瓦斯炉和充满回忆的餐桌 南面打通后直接搬进来一根光柱 反射到蓝色的墙上 照亮整个厨房 侧面是开放式隔间 走进去是三分离卫生间 亲朋好友都能用 山下一人享受高级套房 头顶是盒纸 地板是木地板 为了方便使用 暖炉做成了嵌地室 这是专家送给山下太太的礼物 收纳家具里面是冷气机 左边的柜子做成佛堂 阴暗的佛堂换上白色的墙壁 大门入口加大 整个房间显大 关上门确保隐私 坐在窗边能感受阳光 收纳能力更加充足 整体改造费用剩下13万 山下一家都回来了 太太开心地四处观望 一眼就认出这是母亲的玻璃 抬头是明亮的天气 店铺里的凳子随意滑动 坐上去就是完 嫂子感觉很棒 以后上班也有动力 推拉床很有意思 太太先睡为敬 还以为是简单的合适 专家希望她能在新家快乐享受人生 新店开业生意爆满 一家五口围在餐桌前享受团圆 山下太太笑出强大笑出自我